《亚纳尼亚》 第三节我们看的时候 彼得马上就说什么 亚纳尼亚 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 叫你欺哄圣灵 把田地的嫁营 失智留下 有错 失智留下 几份呢 各位彼得讲的 句句都是属灵的话 他没有说 为什么讲骗话 没有这样讲 对不对 他讲什么 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 教你欺哄圣灵 各位 有些人一听到撒旦这个字 就开始好奇了 撒旦充满人的样子是怎样 神智不清 胡言乱语 口吐白沫 那种样子 撒旦充满人 各位 谁讲的 谁讲 你讲的 你看那些档基的时候 你讲 灵来了 没有 你看圣经 撒旦充满你的心的时候 那个人怎样 头脑很清晰 很诡杂 到什么地步 甚至能够欺哄圣灵 人不知道就好 圣灵知道 没有关系 我有办法 对不对 所以 所以他的心 压制真理 他的头脑的那个聪明 全部用来敌对神 来说骗话 谎言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不明白撒旦的工作 我们就给人那种 以为撒旦来 充满这个人 负债这个人 叫他神智不清 什么这些 其实不是 撒旦充满了人之后 他是给人很清晰 很聪明的脑袋 他能够懂得制造假象 让人觉得 他很属灵 很热心 很爱神的话 很喜欢祷告 很慷慨 其实一点都不是 里面都是 骄傲 虚荣 假冒为善 贪心 我跟各位说 尤其我们职分高的人 我们更要谨慎 职分高的人 因为得高众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越要懂 一不小心 马上活在人的面前 所以圣经很多时候 也跟我们说 你要看一个人 要看得久 你要叫这个人 要服事 要讲道 要什么 做监督 不能刚性 做执事 做长老 绝对不能 你看他现在 摆出很美的一个见证 但是你要知道 等一下一下子他受试探 因为有时候 我做的一些东西 不知道是因为 人的鼓舞来的 还是对神的敬虔来 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清楚 不知道的 对不对 直到有时候 我们做有一些东西的时候 不得到人的认同 战场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 很受伤 为什么我这样 那时候你自己才发现 也周围的人才发现 对不对 所以我们 有时候 不这么快给人职分 给人施工贤 不给人职分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保护那个人 有时候牧师也看一个人 看很久 看他怎么经过试炼 有时候他在苦难当中 他还是忠心于神托付他的事 然后有时候在小事上要忠心 不是只有大事 每个人看到的时候 做得很漂亮 小事 没有人看到 这是很重要的 要做的 因为一没有做 整个教会受影响 其实这样的人 是你要经过时间看他 你才懂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知道这个人 他做什么东西 他是向主交代 他不是坐在人前 对不对 也不是受到人的压力 就是人给他压力的时候 但是他挣扎 祷告 我不能屈服人的压力 我要顺服主 这些证据 要经过时间来看的 忍耐一下 这样做是可以的 长久来做 是只有真的生命才能做得到 所以要经过有时间来看 这个才能够给人指纷 案例一个人 各位会了解 这些 其实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例子的时候 我们要谨慎 不是一个人来 两个月很热心 马上叫他做小组长 这个会口才 马上叫他在台上服侍 他绝对不能这样做的 各位 人心里面的东西 其实罪都是从里面的东西出来的 撒但也会看人的 这个人好 心术有点不正 这个很容易用 就是这样用他